你問我這次疫情是加速了 譬如你說十年國債跌穿了1% 那當然是歷史性的一個 我覺得挺大的時候 就是確認了不單止歐洲、日本是去零息 其實全球是有這樣的趨勢 包括美國 所以我想是加速了那件事發生 至於你說長遠來說 現在大家正在討論的就是 就是所有對 Hello 歡迎收看C對話 繼續是C老闆為主 他以前的好朋友是黃元珊來 Hello 歡迎兩位 剛才我們說到整個疫情對全球影響 就是美國大幅減息 澳洲減息、馬來西亞中東都有減息 但是我想問一下兩位 就是是不是一個 因為我們看股市通常找一個藉口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危機在 你看回美國的十年的國債 是穿了一厘 是未試過 三十年的美國國債是穿了一厘六 這個也是未試過 那是不是我們用這個疫情做藉口 但是其實因為美國上升了十幾年 牛市 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危機會發生呢 就是兩位怎麼看 首先它現在雖然股市跌了很多 但是還是跌回到去年第四季的水平 因為你知道第四季 上年十月左右 即S&P500 它開始起步就是因為唱QE4 就是大家想著經濟不好 又印銀紙就搞定了 那股市就飙了上去 所以你現在回落去到去年第四季的水平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它去年第四季算不算是高呢 又或者去年第四季的時候 大家在想什麼 就是疫情還沒發生在美國之前 大家在想著 對美國的經濟的想像 其實都是有一個長遠的所謂 就是趨向低息的環境 低增長低息 那這個是一個他們長遠的趨勢 那所以剛才說 你問我這次疫情是加速了 就是譬如你說十年國債跌穿了1% 那那個當然是歷史性的一個 我覺得挺大的時候 就是確認了 就是不單止歐洲、日本是去零息的了 其實就是全球是有這樣的趨勢 包括美國 那所以我想是加速了那樣東西發生 那至於你說長遠來說 現在大家在討論的就是 所謂對consumption的影響 就是因為它美國的消費 會不會因為根本的物流 所有東西會受影響 而或者貨運供應影響 它買不到呢 或者它的信心問題 又或者那個所謂產業鏈 會不會根本是全球的產業鏈 特別因為中國那個shutdown 暫時你知道它復工是比較慢的 那對其他所有component都會有影響 那所以現在就在看那個 supply chain和consumption 那個回復 但是現在一般來看的數字 都不是特別理想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 這件事就是加速了整個趨勢的一個改變 但是整個趨勢一直以來呢 都是在說印錢借錢去捕經濟 都不是特別好的 但問題是我們在說疫情 始終會over的嘛 我們在說長遠的嘛 那這個是一個short term的reaction 還是真的是長遠的可能發生的事情 可能是不斷玩完了 我們全球經濟 疫情當然是short term 但是現在以中國政府的做法 或者香港的做法 我個人就會覺得是過度反應的 即是如果將這些做法 看成是應該的做法 那麼世界經濟就大件事了 即是如果每個人都像中國人做 你再解釋一下 香港的人還認為政府做得不夠 如果每個人都封關 政府公務員 home office 都三個幾四個星期 那麼很多服務都停頓 牛差也不太相信 連那些縱援 那些公務員 即是那些什麼要申請 那些限辦都沒有人接電話 那麼大陸就直接停工了 在大陸的分行 停了一個多月 是不讓開的 即是home office也不行 不能home office 可以是網上的 home office那些就去了行山 行山很crime 如果home office可以保留同樣的生產力 那當然不需要單身 原來home office實踐證明home office 是不行的 即是停止生產 所以中國這幾個月的停產 社會停止運作 是一個很重大的經濟損失 即是大陸將政治上某些姿態 某些得出來的團結人民的結果 放在高的位置 才願意付出這個代價 如果全世界都這樣做 我相信不是GDP跌0.5% 跌1% 你是全停了 一年12個月 你停了兩個月 你不見了10%的GDP 不是增長 少了10% 只是沒有出產 那你說幾大件事 現在意大利又停了 日本也停了 停了還會影響其他人 中國也停了 法國的車廠不夠零件 iPhone也不能生產 那麼多幾個 一用這些手法去做 經濟當然是很大的打擊 所以那些人經常說 香港政府應該怎樣 他只是考慮 他醫務人員的需要 我不是說人命不重要 但是政府選擇的時候 是雲觀去考慮的 所以我認為 外國其他的政府 包括所謂開放社會 民主社會 自由社會 他將來都要全面考慮 不可能封關 封死他 封到一個不留 我們就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完 有些國家不解決 就出口轉內銷 又回來了 譬如你中國搞完 你就搞定了 那外面還沒搞定 如果你說日本、韓國都這麼難搞 現在去到尼亞利亞 人口大國 印度也有 印尼也有 他們有的能力 像香港這樣做嗎? 像日本這樣做嗎? 沒有 一定是全球性感染 全球性感染的時候 只要靠人的免疫能力 運動更多 靠我們的DNA接觸 病毒之後 自己學習 DNA有學習能力 你要讓它接觸才學習 全球接觸疫情感染之後 哪些適應的就活下來 不是怎樣? 希望有疫苗 現在說在發明疫苗 我想也有很長時間 也有很長時間 我怎麼算 整條鏈都停了 所以它是代表了很多民企老闆 我們十分之一的收入都沒有 是啊 損失多大 怎知道整年的增長沒有了 不是利潤沒有了 是虧日欲的 所以中國GDP還有4.5% 第一季 我就很難 第一季 不是第一季 全年拉雲計都不容易 你後面怎麼追 你知道現在大部分都在上班了嗎? 即床 但是人不是100% 五、六成都有 每個城市都還有很多要求 譬如一間鋪給你多少人開工 可以開工 不可以大人看樓 可以開工 不可以開盤 那開工做什麼? 很多各種各樣的限制 一切為了防止疫情擴散 大陸就為此為大 壓倒一切 但是代價很大 如果你是領導人 如果早上開工 又傳染得厲害 又死亡人多 你又不行 你怎麼平衡 我播李顯龍那段 給中國人看 什麼? 對新加坡人說 疫情那件事 哦 即是說 最後可能當他是流感 你是不是播放那段影片給同事看 哈哈哈哈 我只是說實說而已 就當流感 流感是一樣死人 不過 因為一個社會沒有那麼多資源 去突然間由醫務人員戴口罩 變成全人都要每天換一次口罩 其實我自己覺得 在二月中下旬 你看回大陸的文章 那些網 是多了講經濟的影響 即是中央知道 即那時候二月中下旬 很多聲音說這樣不行 這樣繼續停下去 對中國經濟影響 即是很多分析文章出來了 在大陸 之前是全部講疫情 全部是疫情 我認為如果你判了這件事 是會全球蔓延的話 你憑什麼一個國家獨善其身呢 你如果沒有辦法獨善其身 你之前付出的代價 又值得嗎 嗯 當然 譬如我這些意見 在香港說 是被人搏失的頭 香港反而還笑些人說經濟 暫時 當然老闆又說經濟 多少公司死了 但主流的討論也很少 即是現在的經濟 不是說經濟是政治不正確的嗎 我們三個不戴口罩 都可能我youtube的人 剛剛搞錯不戴口罩 可能說不戴口罩 但回想到香港就是 現在其實我剛剛看財政預算 他們其實在预期 香港的經濟增長 未來五年 平均是2.8% 但其實2.8% 平均的GDP增長 其實過往十年 平均的GDP增長 大約是2.9% 即是說未來五年 即是說未來五年 既然今年已經差到這樣 可能會繼續差下去 他們可能期望著 一個很巨型的V形反彈 才會 V形反彈 才能夠 未來五年增長 他們和我不同的地方 他們是拿很多數據 拿到那些是舊市數據 寄進去的電話 就只剩下 和舊市差不多 結論 我就是 最update 最前線 有前瞻成 不講科學的 我憑感覺而已 我覺得現在很不夾 很不夾 就沒理由還有增長 那麼多人說 師領清 你當生意差而已 沒有增長 別人有 我見很多 都不太好 好 下一集我講一下 這麼不夾 房子兩位都是專家 我們怎麼辦 下一集我們再講